大王子 大王子 李元基大事已成 我们就跟着这支商队 起程回国吧 再等等 再过几个时辰 这长安也就变天了 到时候我直接可以册封为王 再不用找那个出逃掌灯的 什么破班值了 大王子说得有理 恭喜大王子 不 恭喜国王 我是实在听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想得可真美啊 大哥 好久不见了 掌灯 看到我家小书童 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李玉峰 你们挟持掌灯潜逃 已经被大团通缉了 你们现在是丧家之权 把掌灯交给我 我们缘你们一死 大哥 别跟他们废话 大王子 不必惊慌 李世民已死 他们已经没有靠山了 天主王 我要是说秦王现在还好好的呢 李玉峰 你睁眼看看 你们的秦王李世民 已经万箭穿心而死 李大哥 怎么办呀 咱们的靠山万箭穿心了 好怕呀 老贼 知道什么叫连人吗 秦王早就料到你们潜伏在长安 勾结齐王图模不归 所以他特意找了一个 和他相貌相似的连人加班他 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秦王 真正的秦王 在这儿呢 是 果然是秦王 果然杀我们一个回马枪 李进呢 殿下 赤罗海已明明通知李进将军 现在李将军应该把长安城围住了 我三弟那俩兵 还不够突围的 李进的这三千兵马 是你和我三弟送给我的 大王子 如果你现在束手就擒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物 但这个天主国师不行 这凭你们区区五六个人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你们先走 走 我来帮你 上 走 我来帮你 来帮你 闪 你走 我 走 走 我 好 走 走 掌灯 既然你对王兄赶尽杀绝 那就别怪王兄不客气了 走 今天我要给我娘报仇 掌灯 掌灯你冷静点 掌灯 你听王兄说 王兄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 你还记得 小时候 王兄带你去星宿海抓鱼吗 掌灯 你千万不要心软 他可是杀害你娘的仇人 我们就应该把他打个半死 再抓回去慢慢折 自古帝王家的人 不是你死就是我 你不忍心下手 死的那个 就只能是你 可他是我哥 我不敢 你 我 死 不 死 我 你们 我 有 我 你 我 你 江湖英雄辈出 我苦恋多年未曾想到 你这个年轻人 还有如此高的武功造诣 要不是我们分输两派 我倒是愿意收你为徒 真可惜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李大哥 小心啊 老家伙 吃我一掌 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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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哥 小酒 李大哥 小雅的多厉害 快 小酒 小酒 李大哥 我 我会死吗 不会的 我等你到夕阳 快 快 疼 疼 李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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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为了杀之间 你看我小心点 他会用毒 李大哥 对他好点 他是个好姑娘 等他把我治好了 老婆 我们 我们一起离开场了 带上场的 过瞬间本来日子 李大哥 我 我要和你再喝顿酒 什么好喝的 人是你 人是你真好 小熊 小熊 还想 小熊 小熊 还想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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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